HELLO 大家好 我是苹果爸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配置空間的分圖作業 如果您有使用過配置空間 那你一定要學這個技能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專案進行上面 我們的基地可能會過於太大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一般是由A1去配置我們的圖子 然後盡量把它可以滿比例 像這張圖滿比例的是1比200 但是因為一般工程圖都A1 但是你所內你可能工作場合或室內 事務所之內都是列印A3 所以A3的時候現在A1是1比200 所以你列印A3之後會變成是1比400的比例 所以這時候會造成圖面資訊用A3來閱讀 會比較不清楚去判斷 因為有時候一些文字一些資訊疊在一起 可能會分不清楚 所以這時候有可能是業主就會要求說 我這張圖請你幫我做分圖的作業 當然分圖的時候就是把它切成4格 你切成4格還是要有比例 所以這張圖很單純它是1比200 所以我切成4格的時候我就是1比100分成4個 那就把它分為1、2、3、4 所以這時候我們切好之後呢 就會讓我們在圖面會有一個所謂的總圖 就是正式的比例 然後分圖就會有所謂的Keyplane的索引 1號圖 這個比例就是1比100 那我們這邊圖框就會注意它是1比100 分圖1對不對 那出A3的時候呢 資訊比較好閱讀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使用配置空間 這一招你一定要學起來 好那再來呢 第二個 配置2 然後 配置3 配置4 OK 那我們切換到模型空間呢 當然還是只有原來的我們的完整的圖面 OK好 之後我們這邊會有一些 切一些格子 方便我們去做分圖的作業 而且我們這邊分圖作業呢 都是無縫的接軌 就是說它是Match在一起的 這條線呢就是完整的切割 沒有任何重疊 如果你今天要有重疊就是另外一個做法 一般我們標準的方法就是 這邊做切割是沒有任何重疊的方式 好 那關於我們的分圖作業呢 我們會在下一個頻道會員的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操作方法 那也歡迎各位有任何的心得 或者是你有你的方法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交流跟討論 好 那您對於分圖作業呢 有任何問題呢 也可以歡迎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關於分圖的一些基礎教學 其實在論壇我有做分享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留言 我再告訴你 它在什麼地方 我再告訴你傳送門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記得按下小鈴鐺 有任何一些不管是心得分享 或者是一些技術 跟一些技巧的影片教學呢 我都會第一時間都會讓你收到通知 OK好 那我們下則影片再見囉 掰掰